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意一个人去楼上来个闪电站会选择谁 酱油男选择了金发妹 结果遭到了金发妹男友卷毛哥的一顿暴打 酱油男委屈地跑了出去 几个月后 几位参加聚会的同学收到了酱油男生日聚会的邀请 大家开着车愉快地赶往聚会目的地 当他们赶到目的地时才发现只有他们五个人 这时出现一个老人告诉他们 聚会在另一边的小母屋里 两对情侣 外加一个卖药的 于是走到了小母屋跟前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酱油男的哥哥水哥 水哥热情地告诉他们 酱油男因为航班延误赶不回来 不过这里酒水充足 可以随便玩 到了晚上 他们又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第一个被选中的是大兄妹 他选择了大冒险 于是被指定和金发妹来一场法式试吻 这个画面 嗯 小编还小 还不懂 当轮到水哥时 他选择了真心话 并且告诉了他们酱油男自杀了 就在这间房子里 原来酱油男在自杀前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写着各种侮辱他的话 水哥认为这才是酱油男真正自杀的原因 这在他们家族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水哥之所以把大家聚集过来 完全是为了找出逼死酱油男的凶手 几人大骂水哥是个神经病 起身就要走 水哥二话不说 拿出手枪就打残了西装男 然后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四人绑在了椅子上 又将短发男叫了出来 准备策反他 成为自己的小弟 随后继续开始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 到了金发妹时 水哥直接问他谁最有可能寄明信片 金发妹说有可能是卷毛哥 但是卷毛哥有不在场的证明 于是又赚到了卷毛哥 他选择了大冒险 金发妹就被当作了第一个实验品 水哥从河壁房间推出来两桶水 告诉四人 一同是水 一同是浓硫酸 说完便把水管插到了金发妹嘴里 让卷毛哥选 如果不选 他直接就放浓硫酸 还好卷毛哥选对了 金发妹活了下来 到现在依旧没有人承认是谁寄的明信片 接下来转到了大兄妹 水哥问下一个谁来打冒险 大兄妹选择了卷毛哥 而这一次 卷毛哥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西装男选到了浓硫酸 卷毛哥就这么挂了 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为了赶走他 水哥出去将他制作 与此同时 金发妹挣脱了绳子逃了出去 万万没想到 金发妹逃进了一栋房子 发现了半死不活躺在床上的酱油男 另一边 水哥进屋发现金发妹跑了 立刻开车去追 而这时 早上直路的老人出现了 两人争执下 金发妹杀死了老人 接着水哥赶到 当着酱油男的面直接扭断了金发妹的脖子 画面转到小木屋 屋里几人开始争执着 原来那张明信片是短发难记的 因为严红酱油男家的财产想趁机捞点钱 这边大兄妹睁开了绳子 抢下了短发男的手枪 一枪放打了他 这时水哥推着酱油男进来了 大兄妹直接开枪打中了水哥 又把脑溜酸拖到了他的脸上 制服了水哥 随后把西装男送了出去 于是告诉了水哥事实的真相 原来酱油男是一名同志 当时大兄妹把酱油男带到了房间 没想到他和西装男发生了点关系 于是大兄妹拍摄了下来 想借此勒索点钱花花 而酱油男害怕事情败露 于是选择了自杀 故事的最后 大兄妹给了酱油男一颗手泪 让他选择两人的生死 然后就离开了 于是酱油男选择了引爆手泪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真心话大冒险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